大家好,我是Ringo Seng 全新多人多不約黑泊民項目 Bayview at the Village 售價42萬起 如果想選擇到心儀的單位 和更多發展商的優惠 請致電647-638-9210 現在一小步為前景曝露 Greenlight Canada 過去15年來 辦理超過22000宗成功移民個案 處理各類移民項目 經驗橫跨加拿大 信譽良好、價錢公道 聯絡我們獲取最新移民資訊 Hello,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樓花、樓花轉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私家花園、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適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我是Cat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度身訂造 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 都這麼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 好 歡迎大家又回來住家財經 今天有Joe 今天的話題我覺得非常棒 因為美股這邊的波動 似乎突然間來得挺厲害的 令人人早排大叫乾媽 都顯示到的人情冷亂 一下子就變臭雞 再加上我看到你今天給我的圖 方展博都出來了 是不是真的 因應大時代的玩法 及早離場 我們先看一看 亦都跟大家說 大家看到那個 提示的時候 應該都知道 是說什麼 又是說Cavin Wood 和乾媽 不過 未來二三十分鐘 會重點探討一下 其實乾媽的組合 有其中一項比較脆弱的地方 亦都令到大家很容易會是追擊他 或者是將他一秒由乾媽變臭雞 這個圖很明顯就是一個造圖來的 你看到是把Cavin Wood的樣子 就記錄了下去 這幅圖就不是香港的手筆來的 是美國或者外國那些reddit的手筆來的 那為什麼突然之間乾媽會好像穩落那樣呢 我們看一下下一幅圖 就不是我講的 也不是肥聲講的 我們可以多看一點 甚至放大一點都可以的 以後誰還叫乾媽呢 我就小這樣 乾媽幫你們賺這麼多錢 不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說乾媽是雞 乾媽炒股根本完全不入樓 大家猜一下臭雞 接著是乾乾媽 又會買什麼貨 那這些呢 其實大家人情冷暖 還有全部呢 都是這個3月5號 今天CAP的圖來的 就告訴大家 原來贏錢就是乾媽 輸錢就是這個臭雞 也都要告訴大家 究竟有多嚴重呢 是不是真的輸了很多錢呢 那輸了很多錢之前 首先看一下乾媽 旗下有多少隻基金 其實它旗下有六七隻基金 現在這裡只不過是 輸了五隻基金出來的 也都有一兩隻 規模比較大的 包括ARKK 市值是去到超過一千億港元 就是177億美元 最主要是ARKK 就是ARK的Innovation ARK就是它的名字 叫做方舟 方舟基金 接著就有ARKQ 也有ARKW 也有ARKG 和ARKF等等 那你見到呢 其實它的做法呢 就是乾媽 就近幾年就冒起了 冒起完的時候 全部都用方舟 就是ARK這個基金名 或者基金 去做一個ETF 那它裡面呢 就有一堆錢 譬如大家買了之後 有堆錢 那它就會去買不同的基金 或者不同的股份為主 那它買的股份呢 也都最主要集中在創新科技 或者叫做買未來五年 十年那個世界的 好了 但是呢 接下來的幅圖就精彩了 大家會留意一下一件事 就是說 就是當你看到乾媽 這麼多隻 五、六隻基金 然後呢 就不知道幾千億 的時候 那它買股票 但是呢 大家突然之間 看到哪一個出現呢 方展博 那大時代裡面的經典人物 方展博 那它裡面呢 其中一句說話 就說 這裡有六個杯麵 其中一個杯麵裡面 是有一塊錢的 那究竟你怎樣去找那個杯麵出來呢 就告訴大家 原來 這個經典 告訴大家 重溫一點點 就是 當日呢 就是陳曼妍 江毅飾然 陳曼妍呢 他就把七間公司 就是全部都互聯互控的 那當然呢 今天的世界上面 或者之前小小的世界呢 就是有這個 例生啊 例展那些 都有試過互控的 那互控裡面呢 它就說 究竟哪一間公司 才是不夠錢 或者哪一間公司 才是最脆弱的呢 如果你用這些資金 去追擊七間公司的話 而每一間公司 六間公司 或者七間公司 六間公司 每一間公司都去追擊它 而沽它的股價的時候 你是多多資金都不夠的 就是等於 你吃杯麵 要找六個杯麵裡面 有哪一個杯麵 是有一塊呢 你所有杯麵 都吃一口的話 其實是一定 你的胃一定不夠位去裝的 但是 方展博當日呢 就發現一件事 就是鐵索連州 如果一火燒的話呢 就會出現火燒連環船的現象 就說它不需要六個杯麵 每個杯麵都吃 而是它只需要隨便吃一個杯麵 一定就會有一個一元在裡面 因為它六個杯麵呢 都有一元 就是告訴大家 在股票世界裡面代表什麼呢 就是告訴大家 它六間公司 其實全部都不夠錢的 你只需要集中攻擊某一間公司 它已經是會將其他五間公司 一起拖賣落水 這個也是當年赤壁之戰 鐵索連州 如李平地的道理 你不需要攻擊它所有的州 只需要隨便攻擊一間 隨便一條船 其實已經可以出現火燒連環船的效應 好了 講這麼多 又方展博 又陳曼妍 又鐵索連州 又杯麵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我們可以去回方舟控股 其實一早已經有人說了 這個其中一個 告訴大家 就是TREE 那TREE是什麼東西呢 放大一點點給大家看 就可以看到 就是ARK Investment 就是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是有持股的 但是呢 另一邊商 你看到NIKKKO NIKKKO 就是這個日興 日興的資產管理 也都同樣有持股 好了 大家還會想一件事 喂 一間美股公司 那為什麼兩間公司 就是持股會有這麼特別呢 原來這一間日興 就是這個叫做NIKKKO 日興資產管理 同一時間是有持有ARK的股份 同一時間持有不要緊 是不是 因為你ARK投資還投資 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當這個日興持有ARK的同事 它也都模仿ARK的投資組合 是跟著它的股票去買 就好像現在各位連登 各位reddit的朋友都好 看到乾媽買什麼股票 跟著買 那出現一件事就是什麼呢 就是出現某一間公司 ARK和日興 它那個的持股比例 是有機會出現過高的 除了剛才那間叫做TREE 那你現在看到VCYT 也都是同樣 你見到是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和NIKK的NIKK NIKK的Asset Management 同樣都是有持股的 那你見到呢 一共有多少 17-18%左右 好了 一共有15-16% 好了 跟著呢 PSTG 那另外一間呢 也都是 你看到 同樣它那個最主要股東持股 也都是有這個ARK Investment Management 和NIKK的Asset Management 都是有持股 加起來是19%的 那好了 你看完這幾幅圖之後 你就會留意到一件事 哦 剛才只不過是簡簡單單 或者加上這張TMLT 也都是有這個ARK和NIKK的身影 加起來是有20% 好了 你看到這幾幅圖的時候 其中一件事 告訴大家的真相是什麽呢 就是當ARK持有某些公司的時候 原來除了ARK持有 ARK的其中一位股東 就是日興 它也都跟著ARK那個名單 大家知道 就是乾媽買股票 那個資訊是非常之公開的 那它告訴大家買什麽的時候 很多的人 包括連登的朋友 包括美國賣的朋友 都是跟著去買 跟著買的同事 原來它的股東也都跟著買 所以你會看到 很容易看到 一些大的公司 譬如ARK持有多股份的公司 原來它媽媽 就是這個 不要說叫媽媽 它的股東之一 Niko 都有賣 好 接下來發生什麽事 可以看到下一個圖 你就會發覺 更加清楚 什麽叫鐵索連州 這幅圖 要一些時間 大家給一些時間去看 有幾個的名字 出現在 剛才那幾個的名字 你會看到 TREE VCYT PSTG 這些剛才講過的名字 都出現在 加上MTLS 你看完之後 你會看到一件事 這18隻股票 其實這18隻股票的市值 差不多是 之前的資料 差不多是96億美元 但是 現在當然就沒有那麽多 重點不是這18間公司 多少錢市值 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ARK第三行 ARK的持股 16、17、16、14、15、20%都有 第四行就是Niko 那個Niko Asset的持股 你也都看到了 5%,6%,6%,7%也都看到 OK 你甚至乎看到 他們的股東 那個持股 加起來 因爲乾媽的股份 你不用動得這麽頻密的了 那乾媽的股份 他拿著的時候 他那個股東也有拿著 所以你會看到 combine一起 是26.5% 30.9% 28.9% 加起來 其實原來拿著這一堆 18間公司 市值96億美元的公司 它是兩三成的 即是相關聯的公司 拿著這些美國公司 即是關聯的股東 拿著這些美國公司的股份 差不多兩三成的 好了 接下來那個才是重要的 就是它那個 日期 日期 好了 那你會看到 其中一個就是 它那個日期 日期 就是 當它用過去30天 那個平均的股份的交易金額 去計算的話 如果這幾位的股東 同一時間要沽貨 它是要沽足30天 沽足27天 沽足26天 那你會看到一件事就是 很簡單一樣就是 它發現 契媽 就是Kavin Wood 跟著Kavin Wood的其中一位股東 或者相關的關聯人士 因為它抄著契媽 就是Kavin Wood 那個股份 或者選股的名單 去買股票 那買一下買一下 原來它越買就越多 加起來 你看到只是契媽一個 可能它只是買了16.4% 但是原來 加上關聯的股東的話 是26.5% 如果用過去30天 平均的股份 那個成交量去沽貨 要沽足一個月 沽足30天 才可以沽清這間公司 好了 問題就來了 如果 這18間公司 其中一間公司 是被人沽空 被人賺炒的話 它就會出現一件事就是 哦 究竟日興那邊 沽不沽貨呢 究竟ARK沽不沽貨呢 如果日興和ARK 一起沽貨的話 最少那間 最少它都要沽七天 CRSP那間公司 最少都要沽七天才能沽 最久的那間公司 MTLS 就要沽三十天才能沽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 就是說 哦 原來 它加起來 一起買 越買越多的時候 任何一間公司出市 你會看到 這18間公司 全部都是鐵索連州 如果 我們講第14號 TWNST這間公司 出市的話 他們三個股東 要沽貨的話 都要沽十天 好了 如果不是他們去主動沽貨 而是被人追擊 隨便一間公司 好像剛才方展博那樣計 我不用吃光你18間公司的背面 我隨便找一間 財務比較弱的公司 只是集中沽它的話 那它是會引發一個連鎖的效應 就說 當18間公司裡面 其中一間倒塌的話 那究竟 他們兩個股東 會不會沽貨呢 如果他們兩個股東 一起沽貨 而引發更加多連鎖效應 其他都一起沽貨的話 是會出現一個火燒連環旋的現象 而這個火燒連環旋 現在今天 是已經出現了 所以告訴大家 不是未出現 是已經出現了 所以你看到這個圖 大家可以有需要的時候 就可以cap起來 好了 然後回來 看下一幅圖 你就會更加明顯 就會見到 當有錢進去 這個就是ARK 和ARKG 契媽 兩隻最主要的 叫做ETF 那你會見到 以往呢 只是有錢流入的 尤其是由去年的 六月開始 到今年一月 都是有錢流入的 但是最近發生什麼事呢 你會見到 咦 突然之間 是有錢流出 這些所謂的有錢流出 如果用回基金界的角度去說 就有機會叫做redemption 就是叫做熟回 就等於我給錢契媽 就是我有100億的 我給100億契媽 幫我買股票 但是我覺得 哦差不多了 買夠了 契媽麻煩 你給我一些錢 我要去拿些錢走了 所以我就會叫契媽 給我錢 那這些叫熟回 叫redemption 那redemption的時候 就說資金流出了 那個ETF 那所以呢 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如果你幾樣東西加在一起 是有機會出現一個 完美的風暴 OK 好了 接下來看下一幅圖 你也可以看到 這個是契媽 就是ARK 持股超過10%的公司 那當然這個圖 其實就已經過時了 之前少少的 就是二月尾的時候 你要看到其實它持有那個公司 持股超過10%的公司 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回調 那個股價 那這樣東西呢 其實是很危險的 就是慢慢再發展下去 好了 那接下來那個 也都進一步告訴大家 什麼叫鐵索連州 而真正鐵索連州的呢 剛才講了給大家聽 剛才講了給大家聽 鐵索連州 連什麼呢 連18間公司 之前18間公司 市值差不多100億美元 就是超過1000億美元 但是有些人說 噢 100億美元 對於這個 Catherine Wood來說 不是很多 都是一些叫做 三百萬美元 還沒去到連州 好 那現在這個圖是什麼呢 怎麼解讀呢 這個圖精彩了 就告訴大家 這個下面那個 就是X軸 你會看到 或者叫做橫軸 就是在講那個時間 那這個中軸 就是打直那個 那個叫correlation 那correlation 大家知道 就是關聯度 如果它那個由 基本上負1至1 如果它由0 去到1的話 那越高 越接近1的話 它有關聯度越高 那大家就開始問問題了 那究竟這條線 是什麼關聯度呢 那這條線呢 就是講的 ARK 和這個 Bitcoin BTC 和這個Tesla 的關聯度 那就是告訴大家 給大家聽一下 譬如可能舉個例 2020年3月的時候 他們的 就是那個correlation 這三個的命運共同體 的correlation 是去到0.8流上的 但是 現在 就是最新發展 其實它的correlation 也都是升到去0.6的 就是告訴大家 當ARK 跌的時候 或者叫當這個 Bitcoin跌的時候 那ARK有機會跌 那當這個Tesla跌的時候 ARK有機會跌 那這三個命運共同體 就說 如果Tesla 和這個Bitcoin 同一時間跌的話 那ARK 也都很大機會跌的 那就告訴大家 這個就是那個 ARK BTC 和TSLA 就是Tesla Bitcoin 和方舟基金 那個correlation 就是在這幅圖看到 好 那看完之後 你就會其中 再看一件事 ARK 就是方舟持股的圖 就是持股的股份 你會看到一大堆的 那再看下一幅 你會看到 就是那個日興持股的圖 那你很容易會發覺 中間是有些重複的 就是等於和剛才告訴大家 你會看到 它的股東也是拿著同一件事 方舟也是拿著同一件事 而他們拿著同一件事 如果出事的話 其實就很大機會 是會沽不切貨 因為它要沽 都要沽三十天 好了 那這一堆圖 就都告訴大家 就是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 好了 那最後 最後也要有兩至三幅圖 好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告訴大家 這幅圖 剛才講了一個correlation 就是0.6流上 就是說 Bitcoin 跟著Tesla 再加上ARKK ARKK 其實我其中用了一個 那你會看到 下面那兩個 就是Tesla 跟ARK 幾次樣子 就是命運共同體 那現在上面呢 就是Bitcoin 那如果 就是 很簡單一樣的 就是三個是那個correlation 幾高 就是如果Tesla 跌的話 ARK有機會跌 Bitcoin跌的話 ARK也有機會跌 那當然 因為規模的關係 ARK跌呢 就未必Bitcoin 和Tesla跌的 那這個很容易理解 大家 那重點 就是說 當這個ARK 如果真的被人追擊了 或者鐵索連周 真的火燒連環旋的時候 這個Bitcoin 有機會都會急跌的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 因為大家知道 ARK 是有持有一定比例的Bitcoin 那有持有一定比例的Bitcoin 那有持有一定比例Bitcoin的時候 那它是要套現 或者要沽貨 或者剛才所說的 有很多的投資者 不對勁了 麻煩你給我錢 那它要贖回的時候 那它要去沽貨的 那它沽貨的時候 有機會就是沽Bitcoin 那所以呢 你看到現在整個 就是鐵索連周的佈局 都很明顯的 就出來 就告訴大家 哦 你以前 就拿著乾媽的名單 去炒股 現在反過來 拿著乾媽的名單 是去沽貨 或者買這個put option 分分鐘是大賺的 好了 那怎樣大賺呢 我們看下一幅圖 你就會很容易見到 下一幅圖 你看到 就是這個 兩隻 三隻 乾媽持有的股份 這幾天 或者這兩個星期 都是出現很大程度的急跌的 那這些就是 很多人現在是 在吃著杯麵 就是那個難聽的說句 就是吃著乾媽的杯麵 那就是說 現在不是一個人吃 不是兩個人吃 現在是一大堆人 擁過去 去對炒乾媽 就是好像剛才你說的 當一個人 由乾媽 變成臭雞的時候 每個人都指著它來罵的時候 每個人都沽 就是跟著它名單買貨 那現在跟著它名單去沽貨 或者先走為敬 我先走了 乾媽 你慢慢留在這裏 那的話呢 其實是會很容易出現一個 就是火燒連環船的現象 那當然了 這個已經是進入命運共同體了 也都抓肥沙出來 就說 你猜不到 今天呢 差不多三十年前的神劇 大時代 居然在三十年之後 用得翻著 就是大家都記得 江藝飾演的陳萬燕 那麼多人死 不見你死 陳地立 然後加上這個 吃杯麵的故事 當年呢 其實我很深刻 當年我是沒有炒股票的 很深刻 對了 六個杯麵 你如果猜它的杯麵裡面 有一個杯麵是有一元 個個都吃一口的話 吃死你都沒有找到那一元 不是的 我隨便吃一個 你就會發覺 原來六個杯麵裡面 都有一元 因為它那一元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根本上是不夠錢 你如果想試它哪間公司不夠錢呢 你每間公司呢 試一下呢 試不到的 但是你只要集中攻擊一間公司 那你就糟糕了 那現在就說 當乾媽十八隻股票 那當然啦 你說集中攻擊 Tesla難一點 十八隻股票 攻擊它 那攻擊這十八隻股票 其中一間呢 或者其中三間呢 那它是會出市的 那它當它ARK出市 而有很多人熟會的時候 那它會沽什麼呢 它會沽Tesla 它也會沽這個Bitcoin 為什麼呢 因為它開最重創 一個人 如果你要套現的話 你不會 比如舉個例子 你家裡有車 有樓房 或者有些金銀珠寶 哇 你要套現的話 你沽金銀珠寶是沒有意思的 一定是沽車或者沽樓先的 所以現在就說 對抄它 這一種呢 鐵索連舟呢 好的時候呢 我們經常都說 當你有智慧的時候 所有生活 或者所有歷史的東西 都可以成為一個投資的哲學 你又想不到 幾千年前 赤壁之戰 鐵索連舟 御里平地 然後火燒連環船之後呢 再加上這個方展薄呢 出現在 今天這個契姨媽身上 所以 都挺有趣的 肥先生說完之後 都馬上明白了 你一用杯麵即明 因為當年這場戲是經典的 因為是方展薄在大時代上位的一場戰役 當年他跟林寶怡還是一個 剛剛入到證交所的無名小巨 經紀 陳萬賢就是一出一入 那些笑聲 大惡劇 還有那部劇是顯示到江毅叔的英文是不錯的 他是罵洋人都罵得特別爽皮 哇 很厲害 那個杯麵理論是很厲害的 即是你一個人搗 你搗不完六個杯麵 那我就會自己拿東西了 但原來我集中火力搗一個 他講完出來之後 因為我很記得陳萬賢聽著他拋這個理論的樣子 是直接說 糟糕了 讓你知道我偷計 那個感覺是出來了 很好看這一幕 即是想不到 就是電視劇 即是當年韋家輝這個神奇的理論 今時今日 在乾媽身上出現 所以我想大家住家財經的觀眾 都要密切留意一下 剛才Joe說完這個走勢 然後未來發展的路向 即是你剛才提到的Tesla和Bitcoin 在過去幾個月是風範地升 令到很多人賺錢 但也有很多人是很後期才持重貨的 希望Joe的分析和看到的觀察可以幫到大家 好 大家自求多福 好 今天多謝Jo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大家好 我是Ringo Zen 全新多人多北約克拍文項目 Bayview at the Village 售價42萬起 如果想選擇到心儀的單位 和更多發展商的優惠 請致電647-638-9210 現在一小步 為前景曝露 Greenlight Canada 過去15年來 辦理超過22000宗成功移民個案 處理各類移民項目 經驗橫跨加拿大 信譽良好 價錢公道 聯絡我們獲取最新移民資訊 Hello 我是Fanny Fanny Lee 多倫多地產經紀 服務大多區已經超過15年了 所有關於房產的買賣 留花 留花轉的 你都可以隨時找我的 你可以WhatsApp我 我和我的團隊 是一定可以幫到你手的 匆匆人生高低起跌 應該妥善打算 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 由福地 私家花園 雲石寧及殯儀服務 我會揭成協助你每一個步驟 提供悉心的服務 助你圓滿人生路 我是CatsLab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從事房地產買賣和建屋 我的專長 是根據不同客人的需要 為他們量身訂造 最適合他們的地產投資組合 如果你和我一樣 都很喜歡溫哥華的話 而你又有需要 可以打給我的